安排好未来方方面面可以想到的 这些各种不同的风险 你不管在未来发生什么灾荒 或者不幸事件的时候 保持你个人的自由 保护你个人的权利 同时最大化维护你自己的尊严 不至于第三下次的求助于别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金融市场是很重要 仍然是个人自由与个人选择的问题 那当然是这样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香港 包括本地香港人 他觉得这个城市是被巨大的金钱 做统治的城市 就是说金融既可能是通往个人自由的方式 也可能是一种新的掠夺的手段 就是这两种是并存的 就是对您来说 这种实现个人自由过程中 这个经济自由到底起到一个多大的作用呢 在做这种讨论思考和判断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个一个事实 一个现实 就是现代经济离开金融是不行的 就现代经济跟那个原始社会的经济 最大的差别之一的就是 是不许拍什么 不知道拍吗 这是公共场所 要生气 那好吧我们走呗 然而不好意思啊 都不会挺好的 就是金融的发展突然被打断了 哈哈哈 等一下 你什么要回去 大概时间是什么时候 我看你们就 大概有四点一起 因为原来这个社会 实际上任何意义上的次序都是没有的 因为本身的话就是世界的人口 有几万年的时间里面大概只有几百万个人啊 所以这个这个地球这么大啊 所以这几百万个人随便散布在哪里都是啊 用不着这个分为把各个东西分成为你的我的 他的资产是不是私有的还是公有的 嗯 那个时候没这个概念啊 从原始社会开始 进入了定居龙根了以后 走出这个龙根社会啊 慢慢转变到这个工业社会的过程中间 嗯 不要建立啊 各种次序的挑战是很大的 包团的 包团的下来 我们可以坐这船是吧 挺好 对还是很好奇 就是说您 对这种大的逻辑感兴趣 您之前是研究金融 包括树立模型这些东西 然后转身到这么大的一个话题上 会担心自己失焦吗 或者过分的宽泛 这种我我关注的是让人去努力 早晨一醒来就想爬起来 嗯 然后呢就是跑几十公里 走几十公里 肩上扛的那么重的重量 也愿意去走 最后背后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嗯 这就是经济学 这个最有优势的地方 因为我们抓住了人的行为的这个牛鼻子 您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一点的 这是人人的行为的核心 当然我现在可能有一点偏见 就是说原来我们可能会觉得 人类的每一项创新 每一项发明 包括文化方面的发明 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啊 嗯 这个判断是很大的偏差 嗯 因为道理蛮简单 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前不管是欧洲还是从中国人均一年的这个人均收入啊 基本上几千年没有变化 就是按照生产力是唯一的判断进步的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那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前是停滞的 更高让我们每天可以活得更安心呢 嗯 这是人类啊这个文明化的啊进程中间最最重要的 那么我们就是怎么样提升我们应对风险的能力 在几百年里面 西方社会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这个创新 而风险保障的这种功能呢 也越来越多的 由这个金融产品来取代了 你说这样一个进程 就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怎么没出现过吧 你看中国历来没有发展出来 类似于今天的保险行业 现代银行业更不用说证券行业 退休基金行业顺着来说 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靠这个这个孔家店 我们讲的养子房老啊 多子多福 要通过生小孩啊 生很多个儿子 一个大的家庭 大的家族 宗族就是一个内部金融市场 有了钱 我们一起要分摊啊 共享 如果说有这个苦难的话 也要共担 逢年过节 还有其他的时候 有什么 小孩上学也把你管理 红白喜事啊 儒家文化 支持建立的这个大的家族 宗族就可以给我们提供 足够好的安身立命的这个保障了 什么时候有需要的时候 什么时候有需要的时候都可以靠族人 做权利的这个体系啊 也不得不接收下来 就像我们过去这些年经历过的 原来的话 做计划 计划经济时期 我们从出生到摇篮 很难走出来 那您觉得经过这个二十世纪的动荡 对这些传统的打破 然后包括这过去四十年的发展 我们是走出了 是可以走出来的吗 还是说 并没有 我觉得是蛮难的 好漂亮 对 您站在香港所有特别有意思 就是孙正山开始革命的地方 又是中国近代金融开始的地方 对 孙正山是香港大学的 是啊 香港大最早学生 对 这还有 您请 这两年在这真的工作了 然后置身于这个香港 这么一个金融跟历史结合的 卢皮斯紧密的一个城市 您觉得这个地方的理解 跟之前发生了一些变化吗 很难忘记自己的职业的习惯 因为特别是又去了澳门以后 做一个对比 你会发现 一个是英国的前殖民地 另一个是原来葡萄牙的殖民地 这两个地方显然差别很大 让我们去看到 为什么人类社会不只是地理条件决定我们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制度 制度文化是什么 包括这种不同的制度也好 或者背后的地理文化性也好 您觉得这种不同的系统对金钱的这种不同的特性的这种改造 到底怎么样 当然这方面的经济史 廖花历史研究很多 就是对比天主教国家 天主教社会 跟那个新教社会那个差别 然后重点去就是挖掘出来 为什么今天世界上的最发达的那些社会 以这个新教社会为主 当然那个里面解释很多 其中一个解释的话 是跟这个借贷有直接的关系 我觉得还是很非常有说服力 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考古证据明显的告诉我们 早在公元前三千年的时候 在今天的中东 伊拉克 叙利亚 到埃及那一个所谓的新月沃土的那一带 当初那个头片记录下来的那些内容 都是一些借贷谁欠谁多少的钱的这样的一些记录 那就说明五千年以前 人与人之间的跨期借贷 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发生了 那为什么从五千年以前 一直到那个公元十六十七世纪 那个金融的发展就基本上停顿了 四千五百年左右 当然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这个原因呢 就是从公元前八百年左右 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写下的这个不同的关于人世间的关系啊 应该怎么样相处 尤其是旧约全书里面的生命记呢 有有几段的就谈到了关于借贷的问题 就如果你把钱借给朋友 那么你不可以收利息 但是呢如果你把钱借给 这个陌生人 那么你就是可以收利息的 但是呢后来基督教 这个解释呢就是 讲到的这个这个陌生人指的是敌人 也就是说除非你是给敌人借钱 可以收利息的 给所有其他的人做放贷 做金融交易用钱赚钱的话 这是绝对是禁止的 人类社会发明了货币 货币它只是一个没有自身能力的 自己没有生命利益的 一种支付工具 然后用钱拿去再去生钱赚钱的话 这等于让没有生育能力的男人去怀孕 像小孩一样的不自然是吧 所以如果我们用钱赚钱的话 那就违背了上帝的这个自然次序的这种安排 所以呢所有的利息都必须的禁止 一直到这个16世纪中期 佳文对这个生命记忆的这一段话 重新做解释之前 在天主教社会里面是不可以做有戏放贷的 因为天主教是强调禁欲 强调自己 抑制自己 跟儒家很类似的强调 你要控制你的欲望 排斥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 然后更不能够容忍个人权利的伸张 和也有太多的个人自由的那种追求 但是呢16世纪的这个新教改革 是一个根本的转折点 马丁路德就呼吁大家不要让罗马教庭 罗马教皇告诉你上帝是说什么 这个圣经是怎么理解的等等 你自己去读圣经 自己去跟上帝进行对话 然后自己去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 核心的就是对于个人解放 个人的权利啊 这个自我决策的空间 自己的掌握自己的身命运的空间 然后这些差别呢 最后反映在离我们中国比较近的地方 一个是香港 一个是澳门 一个是澳门 当我们去澳门和香港旅游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记这个背后的历史的故事 对您说这点是西方的转变 所以您觉得中国是没有发生转变 中国实际上还没有发生过 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些年有的文章里面会谈到这方面的 到目前为止 关于商业的证明 金融用钱赚钱的证明到目前为止 严格说还没有进行过 没有做这种观念上的改革 伦理上的改革的话 那个阻力还是有 在文化上还是会有的 那即使说在过去的比如40年这个改革期间 其实商业人物已经成为明星 成为一个全民明星 而且所有人都想成为那样的商业成功人物 其实这种情况下 您觉得这种基本观念还是没有真正改变是吗 40年的改革开放 在我关注的历史更长的一个时段 历史时间的跨度来看的话 这个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你知道吗 所以短短的40年里面 可以理解的一点就是人们还没有来得及 思考这些哲学层面的 伦理层面的 道德层面的那些话题 先做了再说 就好像那个Nike的那个广告 Just do it Just do it 是吧 所以这个过去的40年 不管你是黑猫白猫 抓的老鼠就是好猫 就是这个精神 就是Just do it 是吧 做了再说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关于赚钱的伦理 这个金融的道德基础 这些问题没解决的话 到最后你赚的钱可以有几百亿几千亿 你可能还是没有安全感的 40年改革开放以后 这个也是时候了 不只是Just do it 可以是吗 嗯 可以吧 是怎么回事 是要瞧瞧视像头 嗯 对你日常生活的度改变很大吗 还好吧 在香港那个 基本上 那个外出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算你 比如说这么多年遇到的 最大的一场危机吗 你感觉到 算吗 其实总的来讲 比大多数的人 更加那个 乐观一些 我一直是认为 如果说大家都非常悲观了 觉得天要塌下来了 那这就意味着 大家都愿意接受一些牺牲 在一个多月以前就开始 我就觉得 从美联储做出的反应 从美国政府 到欧洲的这些政府 做出的一系列反应 都明显的表明 大家都要 都愿意去 往极端的方向去采取一些措施 现在全球的资本市场已经恢复了很多 不过话一说回来 这一次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就是本来在人类历史上呢 大规模的瘟疫是主要的 这个降低贫富差距的一种力量 过去两千来年 以这种方式呢 每隔一段时间 就把人类社会的财富分配 又重新调整一下 又走回到一个更低的水平 但是这一次这个新冠病毒 让我的话明显的感觉 比较强的一点 就是有了现代政府 什么时候只要有挑战都去干预 对经济做干预 对于这个大自然做干预 加上又有央行通过货币政策 不断的以这种方式 那种方式去做干预以后 把原来历史人类历史上 以这种自然的调整的过程 去重新配置财富和收入 在社会中不同群体中间的分配 把这个规律又给打破了 危机以后 最终还是富人更富了 穷人继续在社会底层 所以您觉得这场新冠危机 它不会对既有的经济模式 带来特别的影响 反而加固了以前的经济模式 是不是 是的 比如现在年轻人 很多人普遍会觉得 自己是某种意义上金钱的奴隶 比如说一个月的房租 占掉整个的收入的50% 比如在北京是很常见的 这么一个现象 然后那种焦灼感 对他们对待人生是特别强 是不是已经造成一种更扭曲化的 货币化的倾向 比如这些货币不应该进入 比如说情感里面 或者说日常生活之中 有一部分是应该更注重别的关系的 但它反而被货币给扭曲了 这个里面我就觉得第一的 必须的我们要认识到的 货币化它是一个结果 是一种更深层的制度化发展 法治化发展 人文主义和内心世界的内涵的 不断的生活发展的一个结果 因为在我看来的话 工章也好介绍性也好 粮票也好 实际上都是对于货币的替代品 它是跟你的身份 跟你的出生社会地位 是划等号的 我们今天你想一想 你的一百块钱跟李嘉诚的 跟马花屯的一百块钱也是一样的 不会说你是普通老百姓 他是马花屯 所以他的一百块钱可以买到的东西 可以比你的一百块钱买到的东西 可以多一些 当然我要说回来 正因为现在中国社会 还不是那么完全户必化 所以我知道实际中 马花屯的一百块钱比你可以买到的东西 得到的待遇 会要更好一些 更多一些 我知道在国内会有一个错觉 或者说有一个不完整的理解 就是把货币化的给我们个人 想要去追求爱情 追求情感世界 换成是消矛盾的 那如果说爱情也被货币化 那这个是不是这个社会还有什么东西 不被货币化的 是不是太冷冰冰了 太物质化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错觉 真正的货币化的社会 它是基于个人可以完全的 几乎接近绝对的自由选择的那个社会 因为在这种社会里面 因为所有东西都可以货币化了 但是我照样呢 可以有权利选择 我去追求我最在乎的东西 非货币的东西 包括您怎么看 比如中国人这种非常矛盾的一个现象 就是一方面看起来 其实您说在价值上伦理上 甚至我们在私下谈话里 都没有真正的justify这个金钱的价值 或者说你老觉得应该给它附加某种道德的价值 这个金钱才会成立 一方面是这样的一种 对金钱那种有点羞羞切切的一种感觉 但另一方面 金钱渗透到我们胜负的每个细节里面 这就是儒家文化的虚伪的地方 但这个里面的话我要强调一点 就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学术传统 跟西方学术传统有一个非常本质的差别 就中国人对于这个追究这个礼 这个根不太感兴趣 不太感兴趣 而西方西方学术了 我先不管你别的 我要把你这个根 这个真实的这个 最真实的这个 最核心的基础性的问题 你先要搞清楚 然后再谈别的 比如说现代社会的财富 到底是什么 他们自己都没有搞清楚 现代社会的财富 都是金融化的财富 传统的人会觉得 只要我有房子 有这些土地 我什么都不怕 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 又搬不走的 这些就是我的财富 但是现代人 你感觉到你自己到底多有钱了 不是因为你有多少房子 有多少某土地 而是折算成美元 折算成港币人民币 你有多少财富 也就是说金融化以后的 这个数字有多大 来决定你到底自己该感觉到你有多富的 这个是一个完全主观的人为的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可以很高 但是发生什么金融危机 经济危机 还其他的一夜之间或者几个月里面 完全可以从亿万富豪变得什么前途没有的 天下没有永恒的财富 就是说人类经济货币化了以后 就不再有永恒的财富 我们也就会进入永恒的不确定感中 因为永远那个数字在变化 在剧烈的波动 这个我不完全认同 因为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 发展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经济发展 就是为了满足十几亿不同的人 非常个性化的个体 和他的个性化的偏好 发展最终的目的 就是给人们提供自由选择 让他们的自由选择能够更好的实现 那么反过来 你的财富 你的东西 包括内在的 身外的 身外的东西不属于你的 内在的才是你的 真正安全的是来自于自己的兴趣和激情 其实都是可以烟消云散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先要搞清楚 我是不是在追求 我最有激情 也最有感觉 这个事业 这个工作 这个事情 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你不用担心后果是什么样子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顺其自然的 让你做的比别人更好 而且你这样的话 才可以把你做的比别人更好的概率 打到最高 如果再回到我20岁的时候 或者27岁的时候 我会更加去追求自己的兴趣 这个是第一位的 追求自己的兴趣 不管别人喜欢什么 偏好什么 那是他们的事 没事 不然 我都不用了 这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